有跳跳堂舞團的安全帽舞 來為大家開場 彰化縣政府為了宣導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特別在9月21號星期天 在八卦山大佛前九龍池廣場 舉辦道案扎根 為愛啟程 遵守路權快樂安全 交通宣導活動 特別在縣府中庭 舉辦記者會來為活動宣傳 會針對我們用路人的路權 還有包括騎乘自行車 還有汽車等等的相關交通安全法令 一起來做宣導 那我們在9月21號早上 有非常多的系列活動 還有許多的交通安全的闖關遊戲 還有有獎針打 還有健行跟會話的比賽 還有許多精彩的 包括我們小謝金燕 還有我們東山幼幼台 還有知名的樂團跟街頭藝人的表演 現場還請到有小謝經驗支撐的陳斯文 以及辣妹們打扮成旅警的模樣 騎U-bike進場 來宣導帶安全帽的重要性 現今的社會 家家戶戶幾乎都有汽車 彰化線警局交通隊長劉明章 也希望駕駛人可以遵守交通規則 不要任意停放車輛 停車的部分希望說大家能夠遵守秩序 不要違規停車 造成其他駕駛人要經過那個路口的時候 要為了閃車而造成危害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呼籲駕駛人 跟我們停車的駕駛朋友 我們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彰化線副縣長課程訪表示 根據統計去年因為交通事故 往生的案件當中 有57%是機車的事故 其中有132人就是因為頭部受創 而離開人世 希望大家在9月21日 可以一起來參加活動 了解道路安全的重要性 記者吳維麥 彰化線採訪報導